今天是6月28号 美股盘前 我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今天的盘前的走势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S&P500基本上处于一个 应该是说下跌蛮多的一天 首先我给大家准备了第一张图 我想要跟大家分析比较多的 可能是今天的美股的行情 美股的行情 我们更多的可能期待 说欧洲的局势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S&P50020061点跌倒的反弹 这个格局还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所以我们经历了5月6月 这一趁两个月的波动 我们还是在一个波动的行情当中 今天能不能要不要破位 Nobody knows 另外中国央行加息 但是呢 减息 但是呢 股市没有涨 还是暴跌 所以呢 也说明了国际上的资金的一个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英明啊 就是Bill Gross 中国的这个泡沫其实蛮明显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首先我们可以看标普 今天这个这是我画的股指期货 这应该也是 周一早上开盘的腔调 那么这个腔调呢 应该就是在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哈 这一个支撑点 然后呢 200天均线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如果这个破了 我们可以加考虑加仓 做空 做空 加仓做空 但是呢 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在这个点位 这个下跌的幅度将会非常大 而且可能会 就是如果是2700 这个这个这个位置哈 这个这个位置 那么下来的话会非常大 今天呢 我们总结了有股指期货的几个指标 我拿股指期货的图呢 来跟大家讲 也就是说今天周一早上 我们是在早上开盘之前录制的 那么这个周一早盘呢 也应该是这个腔调 那么NASDAQ100的股票呢 指数呢 也是来到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点 大家可以看了吗 那么有些朋友问 Warren 你今天这个 这个就是Netflix怎么办 So sorry 我在中国的这个股指期 就是说这个ETF上赚了钱 但是Netflix我是亏了钱了 亏了钱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啊 今天周一呢 可能会对我来讲 是一个走人的一个格局 止损了 止损 OK 那NASDAQ100呢 还是这个来到一个支撑点 就是4400点 4400点 第三张图 这个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呢 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盘整以后上升向下啊 这个盘整区间也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们呢 要看周一 这个大盘怎么走 周一大盘怎么走 如果继续向下 无论是道琼指数 还是S&P 还是NASDAQ 都可能是一个比较暴跌的一个走势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确认啊 所以我们不能说 不能说 等待明天我们盘前呢 会跟大家呢 做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啊 因为现在还没有破位 我们说是准备破位 而没有破位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中国的股票是怎么样回事啊 对不起 再加一个应该是 这个就是USD 是来到一个resistant这个level 那么如果break it out 我们breaking out 那么我们将可能这个USD 将会突出现突破 那么为什么美元要涨 就是因为希腊的局势 产生了不确定性 大家来买美金 来买美金 欧洲的局势到底怎么演绎 我们来拭目以待 好的交易员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通过啊 通过什么 好的交易员一定是通过 这个后市的行情 来决定自己的选择的仓位 而不会提前预测说 我觉得欧洲 我觉得希腊会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是这种 是不大可能有这种现象 我们总是会根据这个趋势 来我们最后来说一下 中国股市 我们今天少说个股 我想还是等趋势出来 今天中国股票 这是oil 对不起 再加一个oil 油价的今天是属于准备 breaking down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怎么样盘整的一个趋势 如果跌破的话 油价还是可能会下来 油价会是下来 因为美元涨油价就要跌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想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创业版创业版这个月线啊 来到4000点 这个创业版啊 是11年的产品 然后呢 在这个今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初出现了一个大涨 1500点开始疯狂涨到4000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走势呢 应该是处于一个空头吞噬的走势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很多朋友说 你因为中国股市会怎么样 我说很难预测 很难预测 今天的确大家周末的时候 很多朋友啊 都觉得央行 央妈来救市了 结果央妈没有来救市 这个中国的上证指数也是明显的 这个空头吞噬 大家看一看 这个月线的空头吞噬 3500点的可能是比较大的 3500点 所以大家呢 不要急着去炒反弹 我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如果周五出掉了就出掉了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我们知道央妈出手 居然大盘不涨 还往下跌 说明整个市场的人头呢 就是大家的信心呢 已经开始涣散了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